好的,我们继续来共同修学王阳明心学传习录 先看原文 用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 虽千金万点无不吻合 一端曲学一堪尽破矣 何必如此节节分解 佛家有仆人竹筷之欲 见快仆人则得人矣 见快竹筷愉快惜得哉 在座诸有闻之 亦然皆有醒悟 此学贵返求 非知皆可入也 我们上一讲呢 是把所有的陆元净的通信 都已经讲完了 那么钱德宏呢 在后面写了一个拔 他说呀 我把老师跟陆元净的这个信 公开发行了以后 大家读了都很喜欢 觉得陆元净很善于提问题 老师呢 又解答得很细致 让大家都学到了 好像以前都没有学过的内容 那王阳明怎么说呢 王阳明说呀 陆元净所问的问题 都是在认知和理解的层面上打转 他没有知情合一 缺少切身的体会 都是空对空的空谈 我被逼无奈 也不得不跟着他的逻辑 一节一节的 调分履息的给他解释 陆元净啊 只是知道有良知这个事 他没有知情合一 没有真正的相信良知 如果他真的相信我所讲的良知之说 那他就只在良知上用功 千经万点都没有不符合的地方了 一端邪说自然就能破除 何必像这样一节一节的来给他讲呢 这样一节一节的 两个人通信 我一段一段给他讲 一段讲完又讲一段 永远都讲不完 佛家有个比喻 说狗不咬人 却跑去追逐石块 那个人扔石头打狗 狗看到了石头 当然应该去咬那个扔石头的人 不然的话 他就一直向你扔石头 你只去扑那个扑那个石块 你在石块上能得到什么呢 在座的同学们呢 听到了老师的这个最后的总结以后啊 都觉得自己有所醒悟 说王阳明的学问 跪在反求诸籍 并不是光靠学知识 然后跟老师进行这样的问答沟通 就能得到的 没错确实是如此 你学佛修道也是一样 你不可能只在这个文字上做功夫 也不可能说 光靠跟老师之间的问答 就能够获得答案 所有的内容都必须是你自己啊 亲身的实证 问老师的问题 最好是自己在修持的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境界 所遇到的内容 所遇到的疑惑 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 很多人总是只是在理论层面上 在这里纠结 纠结这个文字 纠结我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总是在纠结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 经文上告诉你的内容 你只有亲身实地的去做了 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某些问题 比如说 教老师教你打坐 打坐的过程当中 突然遇到了没有办法入境的问题 或者是突然觉得后背哪个地方在跳动了 那你这个时候当然要跟老师请教探讨 老师也知道 你一定是亲身的去实证了 或者说呀 好比说我们有的人 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 好比说学习了地藏经的内容 按照地藏经里面的去做 比如说 把这个一杯净水 放在这个菩萨像前一日一夜 然后求福之 他说那上面写的能够开智慧 可是我并没有获得呀 那老师就会跟你探讨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或者是哪里做的不够尽 不够如法 如果你总是在问 于老师 那样做真的能获得智慧吗 那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有去做 你没有去做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只有去做了 如果没有获得 那我们在考虑 是从哪里面要重新入手 可是你做都不去做 反过来只是在这个文字上纠结 在文字上探讨 好比说 很多人都会问 水怎么放啊 放东边放西边啊 放开水放净水呀 放茶水可以吗 全部都是在探讨这些无意义的东西 经文上怎么说 写得清清楚楚 老师讲课也讲得清清楚楚 你自己去亲自的实验 你想求什么 你想获得什么 那个文字上写得清清楚楚 那么你就按照他那里面写的 你就去做 如果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某些问题 遇到了支箭上的迷惑 遇到了行持上的迷惑 遇到了身体气脉上的迷惑 这个时候跟老师探讨 让善知识来帮你解答 帮你解决这个过程当中的问题 帮你解决在修行路上的各种迷惑 可是呢 陆远镜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老师所讲的内容 他不去实践 他不是在良知上下功夫 总是东边学一本书 西边学一本书 今天听听这个老师讲 明天听听那个老师讲 最后呢 从这里面去找矛盾 从这里面呢 去想一些互相矛盾的问题 说到底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一样 还是不一样啊 如果一样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如果不一样 为什么他又那么说呢 等等等等 问的全部都是这样的问题 大家想一想 自己在修学路上 是不是也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呢 说实话 我以前最初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也喜欢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东边看一本书 明天看一本书 而说这个老师这么讲 那个老师那么讲 那到底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以哪个为准 你实证了就知道 你自己去证得了 你就知道 到底这个说法是什么样的 你不用听这个老师的 也不用听那个老师的 经文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按照经文上的教导 你身体力行 知行合一的去做 当然了 一纸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问 有很多人呢 在老师在善知识面前 喜欢抖机灵 喜欢耍聪明 以前我在男老师那里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这样 故意显得自己很有学问 像男老师问问题 问的都是引经据点 然后让我们在座的 好像其他的学生 让人觉得他好像是一个 很高明的人 最后问的问题 并没那么重要 他只是在向大家去显示 他读过很多书 男老师当下就会 就会非常严厉的批评他 你问的这些全部都只是在 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了 没有去实证 因为每个人实证 好比说禅定吧 入禅定 打坐 你打禅七 你所问的问题 并不是说你从书本上看到的 好比有人说了 说男老师啊 我从某某书上看到了 或者你以前讲过的 这个气脉啊 从后面上升了 从都脉上升了 到哪里会跳动 那么如果说在跳动的时候 我们有了什么什么样的欲望 这个时候该如何应对呢 男老师就不会回答他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不是通过实证而获得的感觉 你是通过老师讲的内容 然后自己去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 老师不会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根气不同 学习的角度不同 下功夫的深浅不同 你并不去做 只是在这里去空想 说哎呦 那如果说到了那一步了 或者是到了这个 如果气机发动到了脑部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没用功了呢 那会不会变成精神病啊 等等等等 老师是不会回答你这样的问题的 因为你这样的假设是不一定能够存在 也不一定发生在你身上的 王阳明在这里啊 对他的学生们说 路远镜啊 都是在这些什么呀 都是在这个认知和理解的层面上打转 从来都没有真实的落在自己的行动上 王阳明说 我讲的明明是知行合一 他都是不行 都只是在认知层面上不停的打转 好比说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能够看到 有的人一来就问 我能不能吃这个 能不能吃那个 谁管你吃什么呀 难道我在这里是教大家怎么品鉴美食的吗 不是的 或者有的人上来就问了 你讲那个是这样的 那我想问问你 如果所有人都当和尚了 那个这个世界要不要发展了 等等等等 问的都是这些非常无聊的 在认知理解层面上 自己给自己化地为牢的问题 谁说让你所有人都当和尚了 都是你自己想的 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当和尚了 你就不 你就不可能去当 所以问问这样的问题 做这样的假设 都是毫无意义的 以前呢 我还会回答 现在我就直接说 你你怎么可能所有人呢 你就不可能去 你就不会去当和尚 所以就不要做这样的假设了 因为这样的问题毫无逻辑 也不需要去探讨 也不需要回答了 我们大家修学一定是脚踏实地 好比说吧 有人会问 约老师 你讲阿弥陀经的时候 你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 难道念七天就能成就吗 那上次那么写的 对 我说对啊 你一心不落念七天就是可以成就啊 你说我不信 你怎么证明呢 我不需要证明呀 你自己去做了就知道呀 七天的时间 你一心不乱念七天 或一日 甚至于你一心不乱一天也可以呀 可是你都不去做 你反过来问我能不能做 你自己去行了才知道 你自己去做了 哪怕没有做到一心不乱 你念上一天一夜 你的感受就有了 你的各种感应就出现了 所以不能 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认知理解层面上打转的问题 尤其是学佛修道的 以信为先 这种关乎于是否相信的问题 这都不应该提出来了 因为你作为佛教徒 你现在来问我 那是真的吗 佛真的存在吗 我能相信吗 这个经文上说这句话 我能相信吗 你还在问这些问题 那只能说明你是门外汉 你根本不能称之为佛教徒 因为你要想学习 首先第一个就是绝对的相信 什么叫佛教徒 相信佛所说的内容 你连这个都还不相信 对 明月赵清泉说的很好 一边相信 一边怀疑 所以你就不能相信 还是不相信 那你就不能够再问这样的问题 正常来说 老师是不会再回答 不应该再回答 关于信还是不信 是真的吗 真的存在吗 这样的问题是不应该再回答的 因为在座的诸位 都是一直要学习的 你也不是刚学习一天两天的人 这种关于是否相信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以后就尽量不提 除非你是一个刚刚感兴趣的 或者新来直播间的 你以前都没了解过 这个真的存在吗 真的值得学习吗 那这个可以问 那那个是针对不同的人 那对于咱们在座的 本务茶馆的在座的诸位 我认为这样的问题 是不应该提出来的 好 比如说 这个上面写的 真的会发生吗 真的会这样吗 你一问这个 它就不能发生了 因为你怀疑了 你不那么相信呢 不那么相信 这个事情可能就很难发生了 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换了一位学生的通信了 这位学生叫欧阳崇一 下面一个章节呢 叫答欧阳崇一 那这个就不是跟陆远镜的信了 那我们来看 答欧阳崇一 崇一来书云 诗云 德性之良知 非由于闻见 若曰多闻 则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 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 而已落在第二意 且以良知 虽不由见闻而有 然学者之之 未尝不由见闻而发 至于见闻故非 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 今约落在第二意 空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 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 此以知行 何一之功以如何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 而见闻莫非良知不用 故良知不至于见闻 而亦不离于见闻 孔子云 无有知乎哉 无知也 良知之外 别无知已 古智良知是学问大头脑 是圣人教人第一意 金云专求之见闻之末 则是失却头脑 而已落在第二意 近时同志中 该以莫不知有智良知之说 然其功夫 尚多阙突者 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功夫 只要主义头脑适当 若主义头脑 专以治良知为事 则凡多闻多见 莫非治良知之功 改日用之间 见闻愁作 虽千头万叙 莫非良知之发发 用流行 除却见闻愁作 亦无良知可置已 故只是一事 若曰至其良知 而求之见闻 则与亦之间 未免为二 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 虽稍不同 其为未得经一之指 则一而已 多闻 则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 既云则又云实 其良知 亦未尝 不形于其间 但其用意乃专在 多闻多见上去则实 则已失去 头脑已 从一 与此等处 见得当 已分晓 今日之问 正未发明此学 与同志中 极有意 但与意未淫 则毫离千里 亦不容不经察之也 好的 我们来学习这一段 欧阳德 也叫他自从医 所以这个欧阳从医 他的本名叫欧阳德 他是王阳明的一个弟子 他中过晋士 做官到礼部上书 欧阳德呀 他来信问王阳明说 说老师啊 您之前教导我们说 德性的良知 不是靠看得多 听得多来的 如果说听得多 然后选择好的来听 见得多 然后从中加以认识到 那个时候专求见闻之末 这就落在了第二等的层次了 但我觉得良知啊 虽然不从见闻当中来 可是呢 所有人在修行路上的人 他们的见闻呢 他们的这个见闻良知啊 也未尝不是从见闻当中产生的呀 你现在说见闻呢 落在了第二等的层次上 恐怕是针对专门把见闻当学问的人而言的吧 如果他是以至良知为目标 在见闻当中探索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知情合一的功夫呢 这个问题呢 他问的呀 我们古代人呢 他们都喜欢呢 用这个比较文言的方式来说话 即便我把它翻译成了 把这个文言翻译成了我们现代的话 可是说完了可能还是有人不明白 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问题不复杂 就是王阳明曾经教他们 说真正你内心的那个觉性 那个光明 不是从听得多看得多 学得多能得到的 一个人可能学得很多 听得很多 这个见识很广 但是不代表他的心就是光明的 不代表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本具有的那个智慧 那么如果说呀 你是说哎呦我学的多 然后我学的我也学好的 比如我学圣人的学问 我佛经都读过 我能背下来不少 那这个呢 好不好呢 也好 但是呢 他是落在第二异地 而不是能够悟到第一异地的那个层次 所以你看得多 然后你选好的来去做 然后呢 你听得多 见识的多 也都选择了好的 这虽然很棒 虽然是修行路上的一个 一个值得赞叹的事 但是呢 这落在的是第二异 而不是第一异地了 那么欧阳德说 说老师你这么教过我 我记住了 可是我觉得呀 虽然说 我们听得多 看得多 学得多 我们内心的光明 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你从外面学的东西 可是我们很多人呢 因为迷惑了 那那个内心的光明啊 也是确实是靠这个外面学的 见的东西 学习的东西 靠这个东西来打开的 如果有人专门在这个 他的把这个打开内心良知 打开智慧作为目标 然后去见闻觉知 去外面学习的多 见的多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功夫呢 王阳明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良知 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光明啊 它不是由于见闻而产生的 不是因为你学的多 你就比别人多点 你你你读的经文多 然后你的光明就比别人亮点 不一定 不是你的所有人光明都是一样的 那么所见所闻 你能够看到的 你能够听到的 你能够学到的 都是良知运用之处 所以良知啊 不在于见闻 不在于从外面学的东西 不在于从外面看到 听到的 但是也离不开 从外面听到 看到和学到的 虽然说 不是因为他而有的 但是也离不开他 你就好比说吧 我们的光明本来无量 你说不在佛经上 可是你不学习佛经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东西呢 所以说怎么样啊 说不立文字 但是也不离文字 这就是禅宗六祖会能所讲的 禅宗里面所讲的这个 说你说 你说咱们这个自信光明啊 它跟外面的文字 跟经文里面的文字有关系吗 其实没关系 可是你不立文字 但是你也不能离开文字 你离开了文字就更找不着了 那不是更懵圈吗 孔子说 我有知识吗 我没有啊 孔子原话说什么呀 无有知乎哉 无知也 说我有什么知识吗 我没有啊 因为除了我们良知以外 根本没有什么所知的了 这个治良知啊 是学问的一个大头脑 是圣人教导一切人的第一异地 如果你是在见闻末节上追求 就失去了这个大头脑 落入第二等了 比如说吧 我们本来要看的是月亮 可是有很多人的抓住指着月亮的手指头 这不就是第二异吗 你没看到月亮啊 你只是知道月亮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大概是什么样 可能了解的还很有限 你没有看到月亮呀 你只抓住这个指着月亮的手 一直抓住它不放 所以这不就是第二异吗 有很多人苦苦的钻研经文 苦苦的在上面背呀 研究啊 但他从来不去身体力行 不去按照经文上的教导去实证 你好比说吧 人家地藏经你学了 学了说让你每天送 让你经常送 让你食斋日送 那你不做呀 那我们在座有很多人都在座 那也有人不做的 他觉得啊我学过了 我明白了就行了 那不对呀 你意思是明白了 那是我给你讲的 但是呢 人家经文上告诉你了 要多送 你多送了 你才能够跟这个地藏王菩萨 形成一种感应的关系 你才能够真实的消业 那我们就得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你不做 你说我学过了 李老师下一本讲什么经 赶快点赶快点 读那个没有用嘛 赶快咱们再学一本经 有那个时间多学一本经典 多好啊 你学一万本经典都没用 经文里讲的事让你去做的 你都一样都不做 那能有什么用呢 今天想起来了 做一下 明天想不起来了 不做了 那对你来说 这个经学了等于没学 老师汇率法师 为什么说第一异地是大空 那谁说的 你问谁去 你就不能来问我 好吧 汇率法师说的 你就得去问汇率法师 好吧 因为他说的什么大空 我不知道什么叫大空 没有一个大空 这个说法 所以谁说的 你得问谁去 大家不要总是拿别人说的 然后问我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不清楚 好吧 不能拿别人的问题来问我 好比说张思尔老师 张思尔老师为什么说 说人不能把那个 不能把那个经文穿在身上 那你得问他 我哪知道啊 没有经文上这样说的 没有这样的 我只能跟你讲 我知道的 和经文上所说的 我只能跟你去讲 真正的东西 别人怎么说的 那我不知道 好吧 我也没有资格去评价 人家讲的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那他说的我不知道 你不能拿别人的来问我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 王阳明说 说你不能在这个 见文末节上追求 你这样就失去了大脑 因为所有圣人的教导啊 是把你的 让你见到你光明本性 作为第一异地的 所有的修学 都是围绕着这一个目标 反过来呢 你不看这个目标 你只是呢 按照这个文字上 在研究 那你就永远找不到 这个第一异 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这个光明良知的 最近很多同学都知道了 有智良知一说 但功夫还有很多糊涂的地方 就差你这一问呢 你问得很好 王阳明说呀 大体而言 学问的功夫 主要在于把握住你的宗旨 你想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来学习 你学习总归是要有个目标 总归是要有个目的 好比在座的各位 你们来到这里面 晚上八点到十点黄金时间 你们来学习 听我在这嘚不嘚 你总得也有一个目的 那你这个宗旨是什么呢 你的修学 你的学习 一定是要有一个目标 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王阳明说呀 如果你把智良知 作为你为学的宗旨 那么你多见多闻多邪 都是为了治良知 日常生活当中啊 我们的应酬啊 做人啊 带人接物啊 事很多 千头万绪 虽然事情很多 但是你自己抓住了宗旨 你知道你在干嘛 你知道你为了什么目标 所以不管这个事情 你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事 不管你的生活当中 就有多么的千头万绪 都是你为了智良知 而做的发用流行 除了见闻 应试 带人接物 也没有什么别的 这个 这个智良知运用的地方 只是这一件事 就拿我个人来做比喻吧 那我在网上开直播也好 或者我日常生活也好 我做任何事情也好 我就奔着一个目标去做 比如我奔着了生托死啊 我奔着传播伏法呀 我奔着这个目标去做 所有事我都奔着一个目标 我可以做很多事 我也可以拍电影 我也可以唱歌 我也可以直播 我也可以拍短视频 我也可以 我甚至可以 我也可以放声 我也可以跟大家闲聊 都可以 但是这些事情 虽然看起来都不一样 有的人说 那你到底是唱歌的 还是演戏啊 我既不要唱歌 我也不要演戏 唱歌和演戏都是为了我那一个 终极的宗旨去服务的 所以我既不是想要唱歌 我也不是想要演戏 我也不是想当明星 我也不是想当老师 都不是 目标有这么一个宗旨 这个宗旨在那里 我所有的事情 我什么都可以做 那么 所有在座的各位 你们也是一样 你的生活当中 你说赚钱也可以 上班也可以 工作也可以 吃饭也可以 我吃饭也是为了完成那个目标 我为了完成那个目标 我得先吃饱饭 我不吃饱饭 我怎么完成那个目标呢 你不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说吃饭 是为了活着 你不能说我活着 为了吃饭 那就不对了 那你就活反了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 做一切事情 得把握住一个根本的宗旨 尤其是修行人 尤其是维学人 你既然要维学 你既然要学习这个法门了 要学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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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首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好 比如说我今生要直了成佛 很好 那么你就围绕着这个 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但你得知道 做这个事情 对那个目标是有注意的 是朝着那个目标走的 那什么事都可以做 那王阳明说 如果说 良知要在见闻上探求 那这语意之间又分成两节了 所以 如果说我们抓住了宗旨 我们做任何事情 看起来是很多事 实际上你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治良知 好比我今天跟别人吃饭 有人邀请我去吃饭 看起来好像我在应酬 比如说于老师 你还应酬 不对 我并不是在跟他们应酬 我是在传播佛法 因为应酬的过程当中 我要适时的 设受该能设受的人 我要适时的设受该应该被我设受的人 所以你看起来我好像在应酬 实际上我有我的目的 如果不能达成我这个目标 这个应酬我是不会去参加的 那我去干嘛呢 他对我这个事情没有意义 好比说有人说了 居老师 你到我这来旅游吧 如果这一趟旅游能达成我为那个目标走进一步 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 我就会去旅游 如果不能我就不去 王阳明说 看起来好像很多事 实际上呢 你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治良知 所以这个就你去见闻觉知 你去学经文呢 你去你去打坐呀 都可以 但是你抓住宗旨了 那就对了 那反过来呢 不懂得治良知 只是觉得我应该见多闻广 有一些年轻人他就说 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可是他逮着什么书就看 然后呢 一听说有旅游的机会 手里有点钱 我旅游去 我一年旅游三次 实际上他漫无目标 他的旅游和读书都没有目标 因为没有目标 他就读不到真正对他有意义的书 今天觉得这个有意思 读一读 明天觉得那个有趣 看一看 他没有一个根本的宗旨 旅游也是一样 旅游走马观花 到哪去 我鱼雷到此一游 他就觉得我去过了就行了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能带给他什么 这个地方真正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别说别说十年后 二十年后了 可能一年后 他都不会再记得这个地方了 因为什么呢 他毫无宗旨的去做这件事 那我们学佛了 我们有这个目标了 那我们就知道了 好比说我要去西藏 你去西藏有什么目的 比如我参访这个寺院 跟那个 跟那个某一位法师 就能够进行交流 然后同时呢 我能够让我自己提升 你有这个目标 那很好 但是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这一件事 你是有目标的 好比说我要看书 然后你说什么书对我真正有提高 我是看男老师的书 我还是看这个经文原文 那你就知道你有固定的目标 你有了根本性的目标 你做任何事情都只是为一件事 你就不是为了为了这个事而去做这个事的 为了旅游而旅游 为了看书而看书 不是那你的生活就都是碎片 因为你没有一个统一的祖心骨 没有一个大脑 王阳明跟这个说叫大脑 你没有这个大脑 你只是在做细枝末节 在做手指头的事 手指头脚指头 在做这个事 没有一个大脑作为统领 佛家讲叫发愿 你总得有一个根本发愿 我们最近总在读这个地藏经 他为什么能成就 就是他发愿 我们学无量寿经 你也知道 法藏比丘 他也是先有发愿 有了发愿 以后才能成就那么无量庄严的国土 所以我们就是要发愿 这个发愿就是王阳明所说的 这个大脑 这个宗旨 你得有这么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会发现 今天听谁说 佛商智慧 我又去听一听 明天说数字能量改手机号 我又去听听 后天又说 谁能起名改名 我又去 又去找人帮我看看 你没有一个主心的东西 今天听说这个好 明天又听说 那个能隔空治病 后天听说 那个能给你关英国 那个又给你看前世 像无头苍蝇一样 那天谁组织了 又说又去 又说要去那个普陀沙 哪一个又去了 完全像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 修行完全怎么样了 没有抓到一个主心骨 有病的时候就求病 那就求病好 烦恼的时候就求烦恼丢掉 一直都是什么呀 没有奔着一个终极目标 那这样的学修学 那就是散乱的 王阳明说什么叫维精 维一啊 维精就是把功夫做到精纯 像从那个矿石里面提炼金子一样 维一就是你抓住一个最根本性的中指 抓住你要做的这个事情 抓住你的这个大脑 既然说选择啊 以良知来选择 要识别 你就以良知来识别 良知的运用也未尝不在其间 所以呢 我们所有人的学习 到底是在向内求还是向外求 根本的区别就是在这儿的 看起来做的事都是一样 但实际上不一样 好比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你说我录歌 我唱歌 我是有根本性的目标的 我唱歌 第一个我可以 可以这个歌曲 可以帮助我积功累得 帮助我积累这个 未来了生脱死的资粮 同时用歌曲能够传播佛法 这是我的目标 那别的歌手也唱歌 那他是想干嘛呢 通过歌曲来推广我自己 以后有人请我商演 我去赚钱 赚点钱 能赚就赚 赚不着拉倒 看能不能人人传唱我的歌曲 所以他的想法不一样 而且他一个阶段 有一个阶段的想法 今天有这个 今年有这个想法 明年那个想法 今年是我多出两个唱片 买个房子 明年要说我多出两个唱片 换个换个别墅 后年又说 我想买个好车 他的目标是散乱的 他没有一个宗旨 是没有大脑的 就像我说了 他都是细致末节 都是在这个手指头脚指头上打转的 那你说都出歌 出歌和出歌能一样吗 都唱歌 有人说你还不如人家唱的好的 对我确实不如人家唱的好 因为我不希望 我没有希求通过唱歌获得什么 我的这个唱歌是给予 他的那个唱歌是希望通过唱歌能够有收获 是希望我唱一首歌能回馈给我东西 我唱歌上传上去 我没有任何获得 我也没有希求要从当要从中有任何获得 我那个是存出的往外给予的 就像张迪老师 是吧 他拍那个啊 他拍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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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能 能言 能言经演绎 对吧 你别的导演 别的导演拍戏 要有赞助商 要要追求票房 对吧 那人家这个手能言演绎 对 人家那个别的导演 你好比如说冯小刚啊 张一谋啊 还是什么啊 就有名的导演啊 有名没名的导演 他们为了什么呀 为了挣钱 对吧 为了票房他要分成 那你要票房 那你首先你得找大明星 有号召力的啊 什么这个啊 现在特别火的啊 又是什么一阳千玺啊 是吧 啊 又是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呃 女的女的 他们现在比较喜欢用一个叫什么存 刘浩存 还是什么 对吧 他们喜欢用这几个演员 这几个演员 还有沈腾啊 开心 那个玛丽啊 喜欢用他们 用他们 哎 好了 票房 挣钱 那他是为了我拍这个东西 才是为了这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为了大卖 票房 大卖 这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没有更终极的人生价值的目标 他没有 啊 那反过来呢 张迪导演呢 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信仰 为了真实的能够把这个佛陀教法能够广泛流传 他是为了这个 他是为了这个 那他就想了我不需要用大明星对吧 因为我没有票房也不一定上院线所以不需要用什么明星不明星的那不管这个其次呢他用自己的信仰去做事 那怎么样他没有需要任何的回馈 不是说这个东西弄完了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名气能够带来多大的财富 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人生根本价值去做这件事的那是不一样的 对导演和导演不一样 那我看有一些啊为这个专门写佛教音乐的这个作词者作曲者都是完全无私的在付出 那这样的付出怎么样啊 他他为什么呀 他不是为了这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他不是说我今天出一首歌 然后我收获多少粉丝 然后让粉丝啊给我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样的啊 黄晓明拍过佛教电影 那他是演员 人家给他钱 你让他演啥他演啥啊 他那这个这个你你你举这个例子和我举的例子不一回事 你说他演过佛教电影啊 他就是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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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仰的那个啊 那个那个价值吗 不一定的啊 当然我只说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人家确定是人家没有 那黄晓明他是演员 人家找他演这个给你多少片酬 那那他就会演对吧 让你剃头你就剃头啊 让你冬天光榜子 你就光榜子 人家就是这样的 对吧 那他这是演员的 给人家看人家要看片酬的啊 他要说片酬不重要 多少钱都可以 给也行 不给也行 有也行没也行 那就是另一回事 对吧 你看他是否想通过这个 有有对自己的这个利益价值 是否有考量 对吧 这个你是要看的 啊 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们做佛教的事业 有的时候可能也给费用 啊 你你你好比说吧 啊 假如说那天那个那个 啊 谁跟我讲 说哎 说那个于老师要是能来的话 可能费用不多 能给你包个红包 哎呀 我说你签紧着别人 对吧 就是有需要的 比如说灯光啊 啊 摄像师啊 先紧着那些啊 必须给钱的 需要养家糊口的 像我们这些呢 等于咱们是自家人的 咱们自家人的呢 如果还有 给个小红包 乐呵乐呵 没有就不管 就没关系 先给什么 你看我们 我要出去拍MV 也是一样 你请的那个摄像师 人家是来挣钱的 他不是说出于信仰的奉献的 人家给你饼码开架 饼码标价 告诉你了 一天多少钱 你得请人家 你得给人家这个钱 对吧 你得请灯光师 一天给人家多少钱 摄像师 摄影师 灯光师 对吧 有的人家外边招聘来的 找来的演员 你得给人家钱 人家不是为了 人家这个不是来奉献 像你说黄小明拍这个 拍这个 这个佛教电影 人家跟你谈片手 你不给钱人家来吗 人家不一定 人家不来 对吧 那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不给钱 比如说不给钱了 我们往里 我们给往里自己 还得拿点都可以 所以人家跟我谈的时候 我就跟我说 说于老师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钱 或者是 我说给你包个小红包 你别嫌弃 我说不管这个 你先紧着那些需要要钱 需要给付钱的 咱们自己人 怎么着都行 对吧 你要是有剩余的 给我们分点 给我们包个红包 我们买点吃的 买根雪糕 天热了 买根雪糕 天冷了 买个暖手包 这个都可以 你要是没有 先紧着那些个 对吧 先紧着那些需要给钱的人给 你说 这个他们都给完了 还有剩余 你再给我 他们都付完了 还没有剩余 缺点缺点 我还能给你拿点 是不是 所以这讲 咱们讲的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的人生当中是有目标的 你做这个事 你又有尽头 你就像我们这两天 我们这两天 跟那个 跟那个紫竹林 那个禅院 对吧 那个 那个人也说 说余老师太好了 说这个歌曲 我们都很喜欢 说那个 就是作词 作曲 还有他们寺院的师傅 他们觉得都很欢喜 他说余老师特别好 就是说 你也没有说 跟我们提出什么要求 也没说跟我们要什么费用 我们就这么合作了 就没有费用了 我也没要 我也没提这事 但他说 他说余老师特别好 我们合作 你也 我请您唱歌 但是 你也没有说 跟我们要什么费用 我说 我又不是给你们打工 我又不是给你们做事 对吧 咱们是一起为佛陀教法做事情 我跟你要钱 好像我在给你打工一样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 咱们是一家人 咱们是这个 等于是内部的人 内部的人一起做事 还要什么钱 你怎么可能跟你要钱呢 要钱了 这个东西 我又不是歌手 对吧 我要钱 一般还不一定有人请我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是好事情 而且你想一想 就算他们不找我唱 我自己还花钱找人编曲作曲 对吧 我自己还花钱 找人编曲作曲 一首歌好几千 甚至上万 这人家有人写好了词曲给我 我只是录音学习 我自己花点小钱 花个录音棚的钱 花个找人做和声的钱 对吧 那人和声 人家不是那个奉献来的 人和声人家是挣钱的 我几百块 找人做个和声 几百块 一共一千两千的 对吧 我这个做和声 再加上唱歌 那么就录出来了 对我来讲也是好事 我又多了一个作品 对他们来说 他们做词作曲想找人唱 这是个双赢 不仅是双赢 是共赢 对不对 这是好事情 这要什么钱 我刚才 我说 我说行了 你请我唱歌 你这个词曲 我给你唱了 你给我三万 那成什么了 对吧 那就不合适 所以 在我们大家来看来 如果你生活当中 你有你的工作 好比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座的各位 你是 你是做 你是在企业里上班 你在企业里上班 你正常挣你的工资 那是你的 劳动所得歌 那你来到寺院 我们要做活动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说 你过来做活动 帮我们忙活忙活 然后最后你说 那你给我多少工资 那就没办法 那可能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跟你用了 就没办法跟你在谈这个事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在我们大家 他知道 你我看那个谁 是江南呢 还有那个千金呢 那个江南 尤其是江南 是吧 一直在总在朋友圈 分享自己的各种 公益性的活动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就是他知道 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自己的生命当中 对吧 你知道自己根本的目标是什么 于是你做什么 都围绕着这一个 这一个目标去做了 然后你就试 你就会真实的感觉到自己修行当中的进步 你会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柔软和慈悲在不断的增长 自己的智慧也在也在逐渐的被打开 你是能感受到的 那反过来呢 有的人只是在埋头的 在文字上 在语言上下功夫 王阳明说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好 在座的各位 你们听我来讲课 听我一本一本经典的讲 咱们说不讲不讲 这一年也讲好几本经典 你现在又有又有两本经典 咱们在已经有一本 是吧今天又上传了第四讲了 那但是你不能光光求亮多 你说哎呦 于老师讲的经我全听完了 于老师下回再讲什么经赶快点啊 我经常看到有人下次讲什么 这一步还没讲完呢 他开始问下一步讲什么经 讲什么经啊 什么经都不讲都可以 你这一步都不一定学明白 你这一步学完了 你就好好去做够你做一辈子的 你好比说一部阿弥陀经给你讲完 你真听明白了 你念你这一辈子念一句佛号 能不能把它修成就了就行了 所以真是在对贪多嚼不烂 没错呀 是这样的 那王阳明啊 他在这个地方 他说了 他说你在所闻所见上去选择去认识 你就失掉了头脑 这个批评挺严重 他还引用了孔子所说的论语里面的内容 论语里面讲 子曰无知乎哉 无知也 有庇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扣其两端而结焉 孔子说呀 别人来问我问题 他的问题我全都知道答案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 你们来问我问题 我们在那个讲课结束之后 有互动问答的环节 有些问题 你们问我 我真的都知道答案吗 我都提前把这些答案都准备好了吗 没有啊 有的时候你们经常会有的时候 余老师你的问答特别精彩 问的问题 然后迅速给余回答 然后回答的又特别精彩 又特别巧妙 有的时候还会用谐音梗 有的时候是吧 然后还会 还会 还会以其毛攻其顿等等等等 那你们问我的这些问题 都是随机的呀 都是突然问的呀 我是没有什么准备的呀 孔子也是这样说 孔子说 这么多人来问我问题 他们的问题 我都知道答案吗 我也不知道 其实他们来问我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面也是一片空白 我只是就着他的问题拆解来反问他 几个回合他就蔫了 他自己最后就把答案说出来了 我就着他的问题拆解来反问他 拆解他的问题来反问他 几个回合他自己就把答案说出来了 这就是孔子的教学法 不是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 就着那个问题来反问他 一步一步推进 让他自己去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王阳明说呀 良知之外别无知已 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 很多东西你自己都知道答案 孔子是用良知良能引导提问者自己分析 运用自己的良知找到答案 他还用了一句孔子的话 那也是出自于论语 孔子说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无视也 孔子说 大概有并不知道 而妄自造作就敢写书的吧 我没有这个毛病 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人吧 自己根本就就不懂 不懂还敢出书 还敢写书 让别人学 他自己不懂 自己不懂还写书 让别人学习 孔子说 我可不敢 我没这毛病 我不会这么做 我无视也 多闻 则其善者而从之 我第一点呢 我要多听多学 选择那个人家好的这个道理 然后呢 我的听从 多见多识 都记在心里 知之刺也 但是呢 他说这是刺一级的知了 这里就有剑和文 孔子啊 他把剑和文分成两件事 剑是眼睛看 文是听 孔子修春秋啊 把历史资料分成了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叫剑 亲眼看到的 第二个等级叫文 听人讲的 第三个等级呢 叫传文 有剑三式 有文四式 有传文五式 有所剑六十一年 所文八十五年 所传文九十六年 孔子说 他是次一级的知 是比什么次一级呢 是比呀 亲身经历 亲眼所见 那是最上一级的知 好比说在座的各位 什么叫真正知道啊 你亲身经历了那个事 你才叫真正的知道 你那个感受 别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是无法感知的 孔子说 这种亲身经历 是最上一级的知 就是你真正的知道了 怎么回事 比如说吧 我昨天给大家 讲的很激动 就讲我 我的那个经历 我前两年的经历 那这种感受 这就叫亲历 就是亲身经历 亲眼所见 自己经历过的 这是最上一级的知 那么听人家讲的 就是次一级了 好比说 我们我们听那个 这个这个大菩萨 汇报自己的这个经历 我们看到那个经文上讲 菩萨说 我怎么修行 我达到了什么 从文思修入三摩地 我们没有亲自经历 达到八地菩萨的境界 我们没有 那这叫什么 次一级的知 你是听人家经历过的人讲的 那听人讲还分好多等级 比如说呢 你听的这个讲的 你听讲的人呢 他是亲自经历的 好比说 昨天你们听我讲 我是亲自经历的人 我给你讲的 是当事人讲的 还有不同角度的当事人讲的 还有当事人的这个儿子 孙子讲的 还有当事人的学生讲的 所以你多见多闻 你就得尽量搜集更多的历史资料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 好比两个人打官司 然后你听A讲和听B讲 听到的事 是故事 很可能是不同的故事 你我当老师 我就知道两个小孩打架 你把他俩单独问 问他发生什么事 问他具体是怎么回事 问他具体是怎么回事 两人讲的很可能是两个故事 那么你在比对呀 挑选那识别呀 判断 找出你认为可信的叙述 和合理的解释 孔子的刚才的这段话讲的是 他怎么写春秋 怎么写历史 那他讲的所见所闻呢 跟王阳明所说的良知的 这一段是没关系的 注意哦 这个 这位这个欧阳的问题呀 欧阳德的问题 他就举出了这个孔子讲的这句话 说见闻觉知的这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说见闻 是第二意义了呢 王阳明告诉他 说孔子那是做春秋的时候 把见和文分成了层次 分完了层次以后呢 他是为了告诉你 我写春秋 我记录这些历史事件 有的呢 是我亲自经历的 有的呢 是这个 我听当事人讲的 或者听过好几个当事人讲的 然后我去试他 我去看看谁讲的 更接近真实情况 那么还有是什么的传闻 没有当事人 当事人都死光了 好比说你现在去 你现在想去研究慈禧太后的事 所有所有认识慈禧太后的人 真跟他见过面 接触过的人都死光了 那你就只能听什么呢 只能听一层一层的传闻了 那这个就不就 这个这个真实性 就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如果是你自己亲自经历过的 那当然是最可信的 如果是你听当事人讲的 你听慈禧太后亲口给你讲的 那可信性可能很高 但是他会美化自己 对吧 如果你现在慈禧太后当面跟你讲 他讲自己的故事 他肯定美化自己 因为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上来讲 都会把自己的错误 有意无意的给引去 或者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来找借口 那当然了 如果是亲自经历的人 你多听几个 听他身边的太监呢 听那个宫女啊 听公主啊 听这个更多的人讲啊 你能客观的了解分析辨别 你最后你出现一个真实的故事 可是这些人都死光了 本人也死光了 太监宫女什么都不见了 你再能够了解的 那就叫传闻了 没有任何当事人所讲的了 没有任何一个角度 任何一个层次的当事人讲的了 这个就叫传闻了 所以孔子做春秋就有什么呀 就有亲自经历的叫见 自己亲眼见的 亲自从这个事件中经历的叫见 闻 闻这个闻指的是听当事人的 听这个故事当中的人 听他说的 还有就是传闻 传闻就是没有当事人的叙述了 那孔子说呢 你听你你见到的 当然呢 这个是更好一点 闻的呢 那就刺一等了 传闻呢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辨别真假了 这是孔子啊 对自己做春秋的一个一个讲 王阳明说你拿这句话 说刺一级的知 孔子是说闻就是刺一级的知 这个事儿 是指他做春秋 而不是在探讨这个光明良知的这一块的 他不是在探讨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能拿这个 拿这句话来跟我去研究你的问题 但你的问题问的是很好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引用的这句话 孔子探讨的不是这个事儿 孔子探讨的就不是光明 觉性 光明良知 孔子这句话探讨的不是这个事儿 孔子也说过 无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 民以求知者也 他说 见识一定要广播 我们可以什么都了解 但一定要聚焦 你好比说有很多人跟我聊天 这样我跟你们讲 说你要听别人讲 有人做红酒生意的 有人是打太极拳的 有人打太拳的 有人玩双截棍的 你跟他们聊天 都认真听他们去聊 他们的树叶有专攻 聊他们专长的这个东西 你能够了解更广播的知识 但你一定要聚焦 聚焦什么呢 好比说吧 我自己本人并不打双截棍 但是我听他聊双截棍 我能够从双截棍里面 总结出什么呀 总结出这里面的某种道 这是我聚焦的点 你好比说吧 他说他说 于老师 我来教教你双截棍怎么打 我也可以玩两下 但是我说这个我玩不了 但是你这个东西 你从小到的 你为什么打得这么成功 他这里面的精髓的东西 他一定和大道是吻合的 我要了解的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真正的 你一朝一世 这个动作怎么做 不是这个东西 因为什么呀 我不研究这个 我也不能 我也不擅长这个 你好比说 我在少林寺的时候 对吧 我在少林寺的时候 就是 那个 那个 我的那个 学生们的很多呀 都都功夫打得都特别好 少林寺五僧团 正宗的五僧团呢 你们有的时候可能生活当中 会接触到一些人 他们也自称自己是 少林寺的五僧团的 其实呢 很多都不是 真正的少林寺五僧团 人并不并不多 也就几十人 一百人左右 一百二十人左右 大概就一百二十人以下 那么 你为什么很多人 他也说自己是少林寺的 他们会周 在周边的五校 他们是在周边的五校上学的 他们也会说自己是少林寺的 也会说自己是五僧团的 那我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正宗的少林寺的这个五僧团 那么这个里面呢 他们打拳都很好 没事 我也看他们训练 有时候他们打拳的表演呢 我也看 那我 你说我懂不懂功夫呢 我其实我懂 你这个人打两下 你现在有任何人呢 你说你会功夫的 在我面前耍一下 你打一个打一个这个基本 基本拳法 你耍两下棍子 我就知道你会不会 我就知道你在哪一个层次 我是知道的 但是说那 那于老师你来打两下 那我不行 比如说你不会 你还能够评价吗 那我见的多呀 我听人家讲啊 实际的这个招数 我不懂 你让我去比 比划 我不会 但是呢 我见的太多了呀 我就在那里面 每天都看他们打 那打的好的人 我们经常在一起 坐着喝茶聊天 他会探讨啊 每个人都喜欢 谈自己擅长的东西 那我听的多 见的多 这就叫见文 那这种见文多了 我自然就能明白 我能明白这里面的道道 这里面那个精髓的道 我懂了 所以以后我要一看到 谁打功夫 你打的好还是不好 你耍两下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你的水平了 但这个水平呢 有人说了 那你还不如人家 对 这必须得承认 虽然我有的是觉得 他水平不怎么样 在功夫上水平不怎么样 但是我也不如他 因为我不会打 但是我明白 我明白这个东西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说呀 你知识要广博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了解 但是你要为精为一 要聚焦 你得知道 你了解这东西 你要干嘛 这个你好比说 少林功夫里边 有我很感兴趣的 我对易经经就很感兴趣 易经经就是我要学习 我就要亲自学习 亲自来练习的 为什么呀 这个易经经啊 他对于我们自己身体的调养 对于内心的调养 甚至于对于参禅悟道都有帮助 那这个我就要学一学了 那至于其他的什么五步拳的 那个长拳的那些东西 我就不练了 但易经经我就可以 可以真正的练习 因为我聚焦 什么叫聚焦啊 你知道自己要干嘛 你知道自己 我想我的这个宗旨是什么 那么最终还是什么呀 还是人自有定向 就是你得 你得有一个明确的发愿 你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明确的知道自己有什么 佛说过易经经吗 易经经是达摩主师传下来的 不是佛陀讲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啊 人有定向了 做什么都能清楚 边界清楚了 你能在一条路一个范围内 反复用力 治良知 治良能 今天好比说我们想要了生托死 那你就修学了生托死的法 有人说了 说那个道 经常有人会问我 于老师呢 道教的东西我能学吗 能听吗 基督教的圣经我能看吗 那要看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是为了了生托死 道教里面确实也有一部分 能够对你的了生托死 有帮助的内容 你可以进行参考 对于圣经的内容 你也不是不能看 但是你看了你要聚焦 你不是看他那个 讲的讲那个 讲那个这个 关于上帝 关于耶稣的故事 不是看那个 因为你要 你要摘取什么呀 你要摘取到 说你想要的那个部分的东西 你聚焦了 什么都可以看 你真正的聚焦了 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你真正的找到了你自己发愿的目标 什么都可以看 那就不是外道了 有人说了 不是说皈依了 不能看外道典籍吗 是的 你漫无目标的 那就成了外道典籍了 你聚焦了 他就不是了 怎么叫不是了呢 就是你能从当中找出 对你真正的了生托死 是有意义的 跟佛教是契合的东西了 那就不是外道典籍了 那就是内 就是我们内部的资料了 所以这个就看你自己 是否有这个智慧了 有人会批评男老师就说 说他根本就是个神棍 说他对这个 他明明说自己是信佛嘛 那可他到家他研究吧 那明明皈依了呀 那他就不能那什么 不能看外道典籍了 怎么怎么样的 实际说这样的话的人 是完全都不懂 他不明白这里面的根本智慧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明白 今天我们的课主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 你看孔子最后这句话说的很好 就是无非生而知之者 第一句 我们都不是生下来就了解命运的人 我们都不是生下来就能够悟到开悟的人 说一生下来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我的目的了 你就知道了 我的前世 我的过去世 然后我什么都知道 我也知道我的念头要从哪个角度入手了 孔子都这么说 孔子说 我无非生而知之者 那你我更不是了 后古 民以求知者也 后古 说所有的古代的典籍呀 我都愿意学习 见识要广播 好的道 我都想了解 民以求知者也 但是你要为经为医 把握住自己今生的最终的修道要点 那怎么样啊 智有定向了 你就做什么都清楚 你的边界也清楚 你能够找到你根本的路 你就能够在这条路上 畅行 无足 鱼雷作品 我都想要看你 那我都想你 哎呀 对呀 我都想要来 你离买神